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六百二十四集 秦染拉开办公室的门出去, 听到两人的话也没有回头, 只朝背后挥了挥手。 他就这么走了? 扎龙坐下来又喝了一口水。 常宁老大,你说我要是跟这孤狼一起回去, 我还没跟他并肩作战过呢, 我还能保护他一步, 说不得英雄就美。 常宁老大,我先回去跑新闻了。 好,常宁朝他挥了挥手, 合尘拿起一边放着的大衣直接离开了。 哎,不是, 扎龙朝合尘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们不是五个人要一起喝酒吗? 你对外说你是扎龙, 有人信你吗? 常宁满脸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秦染离开一二九的总部, 也并没有回去, 而是又转到了徐家一趟。 他跟徐家人说了一句要离开几天, 却没有想到,刚去徐家就看到了徐二叔。 徐二叔看到秦染也顿了顿, 才朝秦染俯身。 秦小姐, 这次徐家多亏有你。 秦染摇摇摇头, 他避开了徐二叔的这个礼, M周生意的事处理完了。 秦染对生意上的事情不太关心, 他给徐家的只是研究院的研究结果。 徐二叔给秦染、徐妖光都倒了茶, 微笑着道。 没错, 多亏有秦小姐你, 不然我们谈得没那么顺利。 徐管家点头。 对, 徐家这次算是稳住了。 那就好, 秦染喝了一口茶, 同徐家人告别, 才转向一直站在门口的清凌。 聊聊, 清凌直接跟着秦染离开, 徐管家送他们, 他走后, 徐二叔看着他跟清凌的背影。 那是谁啊? 徐妖光放下茶杯, 看了一眼徐二叔。 清凌先生, 没有他, 我们徐家不会这么问。 徐二叔没有说话, 只是顿了顿。 小徐少, 你有没有觉得徐家的存在越来越低了, 甚至于连徐管家都只听秦小姐的话了, 这个清凌也只听秦小姐的话, 在徐家这么受敬仰, 人都有私心, 别胡说。 徐妖光直接站起身来, 他拧着眉, 扫了徐二叔一眼。 不管你听说了什么, 忘掉, 没有下一次, 不然我会执行家主权力, 赶你出家族。 徐妖光的容色向来清冷, 一身气势不属于其他人, 他重重地放下茶杯, 徐二叔低头, 是。 秦斩第二天就回云城去了, 他身边跟着的依旧是城墓, 承俊送他上了飞机, 他站在登机口, 直到那趟扳机起飞了, 眉眼才动了动。 老大, 我们该回去了。 承水站在承俊的身侧, 已经看不到飞机的影子了, 承俊收回目光, 再度转身, 脸上唯一的暖色褪去。 人跟上去了没? 这个点儿, 城土城经他们, 应该到了云城了。 承水说完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但是没有说出口。 承俊点头。 那就好。 与此同时, 云光财团总部, 陆志行坐在办公室, 一边敲代码, 一边同秦氏的阿海, 交流接下来的合作方针。 大方向, 侵然已经写好了。 门外有人敲门, 也不等回答, 直接进来。 陆志行推了推眼镜, 他向来洗净, 眉眼朝门外看了一眼, 大门外正是杨老先生。 陆志行站起来, 恭敬地开口。 杨老, 你怎么来了? 语气略带诧异, 云光财团IT部, 几乎是秦染跟陆志行带出来的, 杨老先生跟杨书彦, 根本管不住。 阿海本来坐在陆志行对面, 听到陆志行的话, 连忙站起来朝身后看过去, 更为恭敬了。 杨董, 语气里还略带惶恐, 这是云光财团的大boss, 他想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呀。 你们在谈四维搜索引擎的问题吗? 杨老手背在身后, 依旧是笑眯眯的。 啊, 是, 陆志行第六感敏锐, 听着杨老的语气, 他略微皱眉, 感觉有些不对劲。 那就不用忙了。 杨老先生谦和地看向阿海, 云光财团单方面, 终止合约。 此话一出, 阿海还没反应过来, 陆志行直接抬头, 杨老, 整个工程都是以POPP为核心的, IT部他有一半决定权。 我知道, 所以从今天开始, 云光财团通勤染, 解除一切关系。 杨老先生依旧是淡淡笑着, 他很礼貌地对阿海说了声抱歉。 官方很快就会宣布这条消息, 来人, 把他带出去。 门外很快就要保安进来, 把阿海带了出去。 杨老先生此话一出, 陆志行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他脑子里思绪万千, 眸光更沉。 杨老, 为什么? 陆志行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杨老先生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要跟云光财团IT部 打下了半边江山的秦染, 撕破脸。 EA代机器人够了。 杨老先生拍拍陆志行肩膀, 笑了笑, 丝毫不在意。 云光财团就算没了他, 还有你。 第一次, 明海让他把秦燃赶出云光财团, 杨老先生犹豫了。 明海手里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 能够吸引阳老先生。 因为, 秦燃在云光财团IT部门, 确实很重要。 但前几天, 明海跟杨老先生说过, 秦燃手里由宁尔藏下来的那份文件之后, 杨老先生就不犹豫了。 说到底, 他也没想到, 宁尔没有毁掉那份文件, 还敢把秦燃交给他。 他查不到秦燃的机密资料, 但杨老先生派人按理明理去云长私底下调查了很久, 终于也找到了一点门路了。 实际上, 秦燃在物理各类比赛上打破的各种常规。 杨老先生就有些预料, 他手里肯定有东西。 明海犯不着拿这个来骗他。 云光财团能走到这一步, 也不只是靠他一个人, 别吹得太过了。 杨老先生笑着看向陆志行,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云光财团IT部, 大部分都是陆志行跟杨书彦打理。 杨老先生虽然知道, 秦燃在其中占据了一点分量, 但是秦燃年龄摆在那里, 他也不会用IT圈, 不知道秦燃究竟占据了多大分量。 说完, 也不等陆志行说什么, 他拿出手机, 一边同宣传部的人打电话公开这个消息, 一边往外走。 拿一个秦燃, 同明海合作换取那份研究, 很值。 杨老先生从不做亏本买卖。 办公室内, 陆志行垂谋, 谋底低廉着力气, 他也没有再同杨老先生说些什么, 只是打开电脑, 看了看电脑桌面上, 所有他跟秦燃未完成的半成品, 丝毫不留情地删掉, 并打开了文道, 一个字一个字地, 很慢地敲下了, 磁场。 云光财团自从杨老先生露面, 就是京城的热点。 杨老先生也是有意宣传 跟秦燃脱离关系这一点, 不到半个小时, 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全部都清清楚楚。 成水这边自然也知道了, 他走到成郡的书房, 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杨老先生。 听到成水的一句, 成郡一顿, 他抬头, 对于成水的这个消息, 有些不太相信, 他知道, 秦燃对杨老先生, 是尊敬的, 这个时候无论是谁打压秦燃, 他都能理解, 唯一是杨老先生, 他不能理解。 这个消息, 让成童那边瞒住, 在他回京城前, 别让他知道。 为我们康復承担并且, 我们康復承担, 我们康復承担。 感谢观看